今天股市小阳线推升 昨天各股普跌 今天各股普涨 股市跌下来了一定是机会 今年就这个主题 跌下来了一定是机会 长期正当 做好高抛低息 今天总体还是不错的 因为今天高股息继续再涨 前两天高股息大盘跌的时候没跌 多少还涨了一点 今天大盘微反弹 高股息又涨 所以今天还有肉吃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行情 外资今天不流出了 对外资的要求不是很高 不要来砸盘 不要动不动来个大举流出 像今天流入的也不是很多 这也正常现象 因为昨天老美那边来了个利空 美股昨天是跌的 咱们大A的今天也算是逆势上涨 因为今天像日本股市 韩国股市 日本股市韩国股市都是跌的 而且这个道琼斯指出啊 它是明显的有跌破位的感觉 你看看到没有 明显有跌破这个平台的位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美的CPI 昨天又爆了CPI3.5 通胀3.5 就是物价都在涨 所以说现在已经开始显现了 我们和老美的关系就是非常明显的 就像我们现在做生意一样 一个是供应商 一个是客户 一个是供应商 客户觉得你这个对吧 我不买你的 我去买皮拉加 我这样能买到好的 能买到便宜的 结果老美就去其他地方买了 去买墨西哥的 什么越南的 印度的 能不能买到 能买到 交期不稳定 然后呢 质量又不咋地 再然后呢 就是 这个价格又贵 那自然而然就通胀了 那美国怎么前几十年 它都不通胀 那时候跟我们关系好 对吧 我们赚钱了 买它的美债 它有钱花 然后呢 我们的产品又便宜 交期又稳定 对吧 那它自然就不通胀了 现在老美呢 它非要打压我们 结果自己爽了 通胀现在搞不下来了 当然了 它 它 它 我们当时也觉得 你不买我们的 你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呢 对吧 结果老美真的去其他地方买了 然后呢 大家预期也低了 这个房价也跌下来了 它就这样了 就是 就 我们和老美这关系 特别像是我们现在做生意 一个是客户 一个是供应商 嗯 你供应商对吧 你说这个 其实某种意义上 客户 它相对来讲 是上帝 但是好的 优秀的供应商 那也是 很难找得到的 因为你看这个全球范围内 像中国人这么 勤奋的 这么这个吃苦耐劳的 很少 啊 我跟你讲 就像越南 动不动还要罢工一下呢 对吧 那墨西哥就更不用讲了 咱们这对吧 加班 加班 对吧 加班 对不对 老美现在这个通胀啊 估计很难 哎呀 这个复杂的很 老美 老美现在搞出了一个新名字 叫不着陆 就是 高利息 然后经济又在高速增长 那怎么可能呢 就像那个鸟一样 它飞着飞着飞 时间长了 它也会累的 对吧 它也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早晚有天会着陋的 就看 谁能扛过谁了 所以说呢 今天 对于这个 日本股市 韩国股市呢 也都是调整的 我们A股 你说今天呢 弱吧 那美股昨天大跌了 咱们都没跌 它能算弱吗 它不算弱了 对不对 美股大跌 它都没跌 它不算弱了 你要说它强吧 今天高股息还是可以的 因为高股息 我们之前讲过了 它就是中特股嘛 房子以后不好卖了 那自然而然的 这个 把这个 这个上市公司 一些 一些这个 博友的 对吧 涨一涨 虽然说不一定会减持 但是稍微涨一涨 万一哪天去钱了呢 我们比较看好的 这个中特股呢 主要是 高速公路 运营商 就是三大运营商 三大运营商 它既代表着 科技 它跟科技有点关系 跟这个人工智能 有点关系 然后呢 高股息 我们比较喜欢 这个高速公路 因为像 煤炭和石油 看不太懂 煤炭和石油 它的高股息 有点看不太懂 因为这个油价 还有煤炭的价格 是不好确定的 我们比较喜欢高股息 最近呢 这个高速公路走势 还是比较强劲的 三月份呢 我们刚刚发出来了 这个CPA 我们的CPA也在上涨 我跟你讲 三月份 你不要看这个CPA 同比上涨0.1 PPA同比下涨2.8 大家知道 二月份的时候 曾经有过非常 三月份 曾经有非常惨烈的气科价格战 是吧 琴 人家搞了这个 搞新闻的说 哎呀 美国的这个法国的LV包包 一个包包 八万块 对吧 其实都 你都不可想象啊 那个 一个LV的包包 一个包包 八万块钱 八万块钱 但是那个琴 对吧 琴比亚迪的琴 才八万块钱 这么大的一个汽车 对吧 各种零费件 才卖八万块钱 那一个包包 就八万块钱 对吧 那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说明什么 在 在这个 我们经历的三月份 它这个 PPA PPA就是 工业品出厂价 工业品出厂价 同比下降了2.8个点 就是说 工业品里面 最核心的 就是汽车 工业品里面 最核心的就是汽车 那 这个汽车 这个汽车 它这个 降价了 自然而然 PPA就降价了 对吧 这个三月 三月份的时候 汽车 不是还在打价格战吗 其实PPA下降 也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买东西 它其实就是 你越涨价 买的人越多 反而你这个老是爹 老是爹 有一个断子 说 我在去年 买了一个琴 买一个比亚迪的车 去开网约车 这些辛辛苦苦 对吧 一年下来 赚了7万块钱 但是去年同样一款车 到今年 结果它降价 又降了30万块钱 那你虽然说 赚了7万块钱 但是 你这个车 是吧 它这个折损的厉害 它这个车 第二年就降价了 你原先买的 那个不是变向贬值 这样的话 其实也不好 这个也会已经打击 大家的这个 买的积极性 不过股市最近在炒的铜 黄金 它其实就意味着通胀 那有没有通胀呢 我们现在是温和通胀 人家美国的CPA都干到3.5 咱们的CPA才0.1 看到没有 咱们的CPA才0.1 基本上就没涨 基本上就没涨 不过还好 CPA还没有下跌 总比下跌要强 总比下跌要强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A股 接下来呢 不看空 也不看多 就长期震荡 长期震荡 昨天呢 讲到汽车 讲到汽车呢 讲到汽车呢 昨天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大家知道 这个 营销啊 它也是一种 火 营销做得好 也是很厉害的 打广告打得好 也是非常牛的 那么打广告呢 最牛的肯定小米汽车了 然后昨天呢 有一个汽车 在发布会的时候 他说为造车错过孩子出生 然后呢 这个就被人说了 你看对吧 甚至连小孩的出生都错过了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汽车嘛 一个汽车 汽车在这个营销的时候 可能是想什么呢 可能是想这个博取一下同情 说你看员工为了造车 是吧 这个小孩出生都没去医院看 然后呢 就把这个小孩 给他这个托宽手去了 然后没有时间为了造车 然后没时间去看小孩 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其实汽车这个行业呢 最关键你还是应该讲这个卖点 而不是应该用同情的眼光去讲 人家到时候买个车会感觉 哇塞 这车对吧 这个到时候对吧 有不好的那对吧 都血泪死啊 对不对 这有点狠啊 纠点也像股市 你说股市 他也是不相信眼泪 你说这个指望说 炒股车 同情这个很难 你关键是要 对吧 找莫方法 然后呢 不断的盈利 这样才行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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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被造车 对吧 连小孩子的出生都错过 这个 这个营销真的是 这个营销话语 这个营销话语真的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人家小米 小米汽车的发布会 那讲的 对吧 天花乱坠 所以说营销 它也是一门技术 同样的卖车 营销 有的人走喜剧路线 有的人走悲剧路线 悲剧路线 我估计 够呛 够呛 昨天的股市大跌 跟这个惠玉下调 我们的这个有关系 但是高盛呢 今天又上调了 高盛呢 他说的GDP增长预估 从制造业反弹 预示着 这个经济 下调今年 中国经济的展望 高盛预计低GDP 达到7.5% 高于预期的5.6% 我把我们今年的GDP 从4.8% 然后上调了5% 高盛呢 好像一直都是看多A股的 他去年二三年就是看多了 就是不知道他是 太多的时候有没有做空 对吧 你看多的时候也不耽误人做空啊 就是不知道他看多的时候有没有做空 那么今天外资流露 也不知道跟高盛 对吧 那个昨天惠玉下调了 高盛呢 又上调了 高盛又上调了 然后摩根支管呢 他也讲的是看好我们大A 老美呢 那边自己 这个也是 也是有分歧的 偏好可能上升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就是科技公司 因为科技公司属于投资偏好吧 现在的投资者越来越关注收益策略 收益策略就是指分红 高股息 看到没有 他讲的还是很有道理 现在大家主要是关注的高股息分红 以后 对吧 可能会 风险偏好会上升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 人们对中国股市新一的恢复是必然的 这是时间问题 所以说呢 大家也有分歧 但总的来看呢 股市就是震荡了 你自己选好公司吧 反正大盘呢 就这么个情况 前两天大盘跌的时候 高股息也没跌 对不对 你这个 现在都5500家公司了 你说再分析大盘也没什么用 反正三星年想跌破 也很难 就算跌破了 可能也很快收回来 注意好节奏 就不要忘记点点点关注